七门飞宫经讲专辑 出讲大意如扬 第八部分 各类战断 各位有各学员 从本节课程开始呢 我们进行分类的战断的学习 本节课程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人生运势测 也就是测 没什么面临这个阶段的趋势 如果的发展是上升还是在回落 对不对 核心指导 第一点我们要注意 要熟记 要应用心门神以各具其位明确分工 心主的就是性质 性主门主的是时空的状态 神呢 主的就是吉凶的相义 义就是六义三乞 组合二绳的格局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之中呢 也曾分享过 天盘的乞乙呢 都是体现的是动向 是趋势 而地盘的起义呢 是根源 是圆阴 它们组合的格局呢 代表了事物进行的具体程度 第二一点 地盘年命 主命 主先天根基 也就是我们的底气 天盘年命 主运 为后天的运势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命运 一句话 前者呢 为元气 为底气 即便而言呢 以心来升功 后者为运气 为所欲 面临的事物 这个时候呢 以心升功 当然 这是相对而言的 因为 我们要根据它具体的 相义的吉凶来进行 所以说呢 趋吉还要吉者望向 得者力大 凶者修求 减少吉其损 这是我们所学习相义部分 它们有本身的性质 就是相义的本身 急庆的 急力的 当然喜欢它的力量大一些 把能量发挥出来 对不对 如果遇见 凶险的 凶的意义相呢 就让它变得羞求 变得力小 至少我们可以减少 这个损失 这就是我们 一直所在说的 所在讲的 所在追寻的 趋吉必凶的正道 我们来看一下实例 这个实例呢 是年命为病的男性一友 他在预测运势 用日时间和干支进行的转换 是不是 寻空为五位 马在身 盘局是小满上远 杨五局 寻手是甲身庚 支伏为天柱形 在三宫 知识为经文 落于九宫 也就是说呢 在盘局之外的信息 我们已经 完整的 体现了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盘局之内 也就是说具体的盘局 我们来看这里 年命为丙 他落于更八宫 我们来看一下 九神为太常 九星为天冲 九门为开门 格局呢 是丙齐加甲午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看到 是他落空的状态 因为落空的状态呢 代表了具体环境的影响 就是说 他的状态为肺 是西部球无力的状态 也就是说 不得地利 得到具体环境的帮助 对不对 七星呢 为天冲 它是小极之星 它处于旺的状态 这里从哪里来判断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月令 它在四月 是不是 木能生火 九星之中 是我生之月 成为旺 所以说 天冲是旺向 它代表了一种动向 尤其天冲本身而讲 是雷厉风行的 是大了过苦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天冲克根八宫 就是木刻土 旺向克入 化尽 也就是说 这种动向 非常的明显 势在必行 这就是在我们所说天时上 机遇上 它已经体现了出来 在进行之中 而且很快速 但是我们说呢 开门 依然以月令为准 它处于羞求的状态 但是说呢 开门为金 跟八宫为土 门宫一合 代表着一种急性的状态 也说 这项事物呢 已经公开化 对具体而言呢 主工作事业方面 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我们看 天人都在 表现出了一种 进行 前进 这种态势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格局 格局是 丙与心的组合 天干五合 对不对 但它们能不能化呢 不能化 因为丙心化水 落于土工 尤其是又是在 四月 没有它生存的土壤 就为河半生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九神太常 是为 娱乐 喜乐之神 他没有具体主意 他就要受不到 整个局势的影响 这个说明呢 他不用心 不专心 不投入 所以说 我们可以断定 预测者呢 因为自身 他不注意 周围的环境呢 没有给他好的影响 而是 在进行的过程之中 太急了 受到了不利的因素的制约 所以会出现失误 这就是心来表示出来的 但是就总理态势而言 一旦说 克服以后 把全部的身心投入 它不会影响世界的发展 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地盘年命 落于这三股 它代表的是 先天的根基 对不对 这个时呢 其功 修求无力 依然是不得地利 具体的环境呢 对我们没有帮过 但是 知福 为至极之神 所以 可以保证平安无恙 非常的平稳 无论怎么样的变化 但是我们来看 天柱星 和 镇三宫 它们出现了天地反应 这就说明呢 它们会有 巨大的变化 就像我们刚才所断言的 这个变化 必须要进行 然后修门 与镇三宫 水木相生 出现了一核的状态 如果 如果它能够 及时掌控起来 它对自己 首先这个问题 就是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不是 外围的环境 时空的影响 所制约的 所以我们说呢 它可以发挥到的才能 一定要避免乱 避免出现错误 同样 我们说呢 先天的根基 也显现了动向的必然 所以 我们就按照刚才 所讲的 去进行 去欺欺欺欺欺欺击 去改善运势 就可以了 一定要把全部的身心呢 投入到 所做的工作事业之中 借交 借造 稳中求进 避免 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必有进步 必有所得 以我们学员们 体会一下这个盘局 根据我所讲的 大家呢 再深入的体会一下 也说呢 任何的断局 基本的 主线 基本的步骤 就是这样 我们来看第二个实例 年命为庚的女性 亦有测目前的处境 用事的时间呢 是2015年6月3日 20点31分 转换的干支为 以卫年 新四月 庚需日 并需时 巡空是五位 马在身 盘局是小满 上人 洋武局 巡守 是为假身庚 执服 是助兴三宫 执使 是京门九宫 也说呢 他与刚才 那位男性的育友 所测的时间 在一个盘局范围之内 这就涉及到 我们齐宫 门飞宫 实战之中 所讲的 一盘断多事 是不是 因为 我们在 相应的课程之中 已经讲到了 一个盘局的出现 三与四宫 它代表的是一个共局 当有年名的参与 它因人 因事 因时 没有因时 因人因事的不同呢 就出现了个局 就是 与个人的信息 是相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女性义友的 年名 庚落于镇三宫 也就是刚才那位 男性义友的 先天功 先天根基 是不是 当然 我们以此力为断 不再考虑 刚才 那些事物 其功 修求无力 这个状态 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关机 星门神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女性 这位女性呢 在预测 最过 而生之中呢 说的话呢 若隐若现 其实 它涉及到 最明显的问题 就是 人是在门 是修门 修门为喜神 为感情之神 是不是 它是与感情相关的 索林的知福 是天以之神 非常的吉祥 非常的吉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天柱 代表了 这个人的性格呢 比较好强 喜欢争取 比较好胜 而且口才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 天地反银 也就是说呢 因为感情之事 男女关系会出现 大的变化 我们 由格局 甲身刚 与丙齐的组合 丙 代表了男性 是不是 所以它再次映像 所以其中的不足 在于什么呢 在于 女性本身的原因 它要规避自己 性格的弱点 避免产生的摩擦 如果它能够做到 感情的方面 是有收获的 因为就其 总体的格局 总体意义而言 对于感情来说 会有好的收获 我们再来看 看一下它地盘粘命 所落落的对气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先天根基 元气与底气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白虎 说明了什么呢 很急躁 是不是 再次出现这种成分 而且说呢 白虎为凶 如果这种性格 不加以磨合 锋芒毕露 棱角毕现 对自己人生 没有帮助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九星 主性格 主性情 这个时候呢 天锐 主内向 主幽柔 主郁闷 所以说呢 我们说呢 人往往是 矛盾的结合体 这位 女性一友呢 在外表给人感觉 雷厉风行 争强好胜 非常的外向 是不是 但是说 他内心 有郁闷 有纠结的成分 丁与 庚的组合 庚 是不是 还是男性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局 无疑 它就是为 预测感情而来 所以说呢 在阅语测结束之际 我告诉这位 一友 一定要改变 自身性格的弱点 因为 女为因 从传统的文化 角度来讲呢 一定要学会 温柔 是不是 当然 性格的开朗 外向 不是坏事 但是呢 不要过于极尽 同样也是那个道理 过刚 则一折 是不是 这个盘局 就是这样断定的 在断业这个盘局以后呢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接到这位 女性也有个反馈 她很听话 她顺从了 预测的指导 因为 预测呢 它是一种参考 是一种指导 是不是 主要还是要由自身来参与 来决定 来进行 她与男友 处得非常的好 因为 首先 她的自身改变 是不是 就像我们 所说的一句话 不要试图去改变世界 我们要改变自身的不足 当自己改变 世界 因我们的改变 而变 好 各位一友 各位学员 本节课程呢 就到这里 我们所说的 大道之简 反腐归真 奇门非公的应用与实战 一定要求简 而不要人为的复杂化 就是这样 感谢各位一友的聆听和学习 希望你们呢 能够用心的去体会 在实践中去验证 理论结合实践 理通 数字名 都是这个道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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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